有一种电影描述不断时间回溯 每天醒来都是同一天 比如今天暂时停止 明日边界 祭日快乐 或者主角有一种能让时光倒流的能力 然后这个主角通常特别帅 真巧就跟我一样 其实我有个秘密 本来也不想说的 我有特异功能 我能让时光倒转10秒钟 你不信吧 我时光倒转给你看 3 2 1 你都没发现对吧 今天思考 我们应该往左走还是往右走 然后隔天醒来 我们应该往左走还是往右走 日复一日 然后十年原地踏步 没错 我说的就是台湾 民进党追杀国民党 讨发科文者 现在就连可爱的动物都不放过 连可爱的兔女郎都不放过 不是不是 是连可爱的兔子故事机玩具都不放过 民进党开记者会 咨询行政官员 说小朋友要被统战了 统战玩具机来了 台湾海峡 是中国最大的海峡 中国最大的岛屿 台湾岛 民进党籍民代赵天霖和民进党籍高雄市议员 林志宏一起开记者会 拿出这款大陆进口的 新兴兔故事机的玩具 声称里面充满了所谓统战内容 其实也是用各样各项的文工 震入到这个孩童 在认知学习过程当中进行统战 我一看到这新闻 这不是三年前讲过了吗 而且是一模一样的玩具 我们远山看海峡第三集就笑过了 台湾一名家长到淘宝王买玩具 结果后来却把这玩具给砸了 怎么回事 哎呀 上淘宝给儿子买个玩具 这个兔子说故事看起来不错 买下买下 到货了 到货了 赶快来看一下他都说些什么东西 中国最大的岛屿 台湾岛是中国最大的岛屿 什么鬼玩具 怎么能放这种东西荼毒 咱们台湾小孩子 炸烂他 你都支持台独上什么淘宝 淘宝的注册就是要写中国台湾的 那你不知道吗 全世界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 有能力就把全世界给砸了呀 可笑的是陆委会张晓月竟然还回应了 这种玩具非常不恰当 因为台湾从来不是中国大陆的一部分 中国更不应对儿童进行统战 台湾当然不是大陆的一部分 就跟金门不是台湾岛的一部分一样 那讲什么废话 我是民意代表 你们行政机关有没有办法禁止这种玩具 至于玻璃心的民进党 笑话一下就可以了啦 哈哈哈哈 现在是怎样 时光倒流吗 只要民进党胜选没过多久 就要重复把中国元素的东西 重炒一遍 2016年要把蒋中正同向 2020年又下令各校把蒋中正同向 2016年说玩具兔是同战 2020年又说玩具兔是同战 按照这个脉络 是不是没过多久 又要说扯铃是同战 然后又要改军校校哥 改钞票 改护照 果然没错 民进党又在推 护照改名了 我都不知道台湾明蛋这么好当 不知道要咨询什么 把四年前问过的东西再问一遍 炒老梗卖情怀 我的咨询时间就结束了 放假啦出去玩啦 台湾人每年花900万养个明蛋 原来是研究时光倒转是吧 那看远山看海峡就好了 我都能进化 现在要鼓励大家 来报导报到啦 民进党不长进 真的是老民进党玩不出新把戏 而且疫情期间不去防疫 要管到小朋友的玩具上了 说一下这玩具怎么了 市面上很多给小朋友的故事机 里面会放一些儿歌 唐诗教英文等等 大陆因为便宜又好 台湾不少家长 都会到淘宝或虾皮购买 很开心啊 儿子啊 爸爸今天上淘宝 给你买个兔子故事机 可爱吧 谢谢爸爸 这个兔子好可爱哦 爸爸平常都是见更可爱的兔子哦 爸爸妈妈在你后面 他很火大 趁当妈妈在质问爸爸的时候 那小朋友就开始研究这玩具啦 会放音乐 会说故事 其中有个选项 它叫壁里 一按下去 台湾岛 中国最大的岛屿 台湾岛是中国最大的岛屿 10月1日是国庆日 在旁边的台独爸爸立刻崩溃了 妈妈的把这个玩具抓起来摔烂了 然后就去找议员陈勤啊 议员就找明代陈勤啊 然后就咨询行政官员啊 是吧 你刚刚摔的是孩子啊 哎 真好混 跟三年前做的事情一模一样 民进党要求下架玩具 不准入境到台湾来 不是民主自由社会 大陆的玩具介绍10月1日是国庆日 有啥不对 你买美国玩具 它唱美国国歌 难道你也要进去吗 自由市场 消费者喜欢就买 不买 台湾就没有商家进货 消费者自己还是在淘宝上买的 那民进党凭什么限制台湾人买东西的权利 我就觉得这些玩具太好了 打算买一批送到孤儿院 那怎样 要把我抓去关吗 政治迫害 政治迫害 那到时候人家问 哎 你犯了什么罪啊 我买了一个玩具 民进党对台独 如果很有自信 还怕个小小玩具 不怕解放军 却怕故事机 对付不了大陆 就对付大陆的玩具 我觉得很可以啊 民进党啊 管不了啦 尽管台湾现在的法规上说 如果外包装有明显写上 比如台湾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相关文字 那来到台湾呢 会被涂掉 但是声音不在管制范围啊 管理货物进出的人 也不可能打开每个玩具 去听完 里面有没有正义之声啊 有的玩具机 可以容纳5000分钟 那海关人员要打开来 连续听83个小时 才能确定里面 有没有想到反对台独的言论 我是很支持民进党修法 最好把声音都纳入 带有威胁民进党声音的商品 一律不准入台 那瘫痪海关系统太容易了 把U盘 光盘 手机 电脑 卖到台湾 里面内建一个音乐党 连续要播放30天才能播完 就二共事反对台独 两岸一家亲和平统一 几个字 里面就一分钟 其他29天23小时的59分钟 都是抖音热门神曲 然后有的U盘放 有的不放 AI也查不出来 不就搞死民进党了吗 如果是以前看过 远山看海峡的好朋友 注意到没有 到目前为止 我嘲讽民进党的方式 跟三年前不一样 推陈初心 与时俱进 所以民进党 就算没几年 就上演时间轮回的戏码 可是侯汉廷 永远会用不同的方式 揭露你的荒谬 为什么呢 因为侯汉廷优秀啊